哈囉大家好我是鐵轟 野豬騎士來啦 野豬騎士來啦 相信有在玩手遊的朋友們 一定多少都有聽過部落衝突 Clash of Clans吧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號稱煉油界的部落衝突 如果你平常喜歡動動腦 玩策略型遊戲 同時又想邊玩邊賺的話 那今天這集就要仔細看囉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還原度有多高吧 好那在接下來進入今天主題之前 請先開啟下方CC字幕 如果你也對區塊鏈遊戲有興趣 我們每周都會定期更新資訊跟大家分享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同時也可以加入我們的Discord 不管是你有問題要問 或者是想要一起討論區塊鏈遊戲 元宇宙或是NFT 都歡迎大家的加入喔 一樣連結會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多多參考 Heroes of Mafia 是一款建立在以太坊上的策略遊戲 看到目前官方釋出的遊戲網頁 哇是不是超有部落衝突的感覺啊 Heroes of Mafia 主張他們是連結區塊鏈與傳統應用程式的橋樑 他們效法了煉油大作 Exing Infinity Play to Earn的賣點 代幣模型也是分開成 遊戲代幣與治理代幣兩種 當然還有現在煉油絕對不能缺少的NFT元素啦 Heroes of Mafia 身為號稱區塊鏈界的部落衝突 目前玩法看起來真的跟部落衝突有87%像 像是玩家要去升級自己的主堡 需要排兵布陣去攻擊別人的陣地 還有強化一些城牆啊 英雄等等的 對於有玩部落衝突的玩家來說 應該是蠻容易上手的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開發團隊 Heroes of Mafia 背後團隊大部分都是越南人 執行董事Evonne Fusey 看他的IG跟Linking 大部分都是放很有科技感3D建模的東西 雖然說是很酷炫沒錯啦 但是感覺跟遊戲開發啊 IT領域或者是區塊鏈 沒有什麼相關聯啊 CTO的部分呢 看他的經歷感覺好像不錯喔 區塊鏈兼AWS的工程師 又懂AI還有手遊開發的經驗 不愧是首席技術官啊 MD Tristian Chaudry Linking上關於他的作品經歷比較少 他是說2013年就進入區塊鏈領域了 同時也是APP的全端工程師 大家對他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Heroes of Mafia 跟YGG工會代表的那一場AMA喔 除了剛剛講的這三個 Heroes of Mafia的團隊 Squiz Studios 主要的成員都是越南人 他們的工作室成立的主要目的 就是為了推廣區塊鏈遊戲 他們也找到了美國電競戰隊 FaceClan的創辦人 Eric Rivera當他們的顧問 相信以他專業的遊戲背景 Heroes of Mafia的可玩性 應該非常可以期待喔 可能是團隊亞洲人居多的關係 他們的官網跟白皮術 都有提供很多不同的語言 像是中、日、韓、粵語都有 看到很多粉絲之前 有在敲碗中文的煉油 大家也可以期待看看這款遊戲喔 合作飯部分 1月22號在帝安實驗室 Binance Lab的領頭下 完成了550萬美元的總子輪融資 有參加的像是Animoca Brands YGG Gilfy Avocado Girl Marie Circle等VC跟工會 哇看到這麼多大工會來投資 應該未來Heroes of Mafia 也會發展出像XCInfinity 那種學員跟獎學金的制度吧 好接下來我們來說一下遊戲的玩法 遊戲中有三個主要的元素 基地、英雄和雕像 這三種基本配件都可以作為NFT 來出租或者是販賣 基地是玩這個遊戲最重要的元素 就像你家一樣 必須保護自己的家 攻擊別人時也是把別人家基地打爆就會贏喔 英雄就像是你軍隊裡面的士兵 可以幫助你攻擊對手的基地 也可以在防御戰中保護你的領土 每個英雄都有獨特的能力 當你的對手最意想不到的時候 他一定會派上用場 這句話是白皮書裡面的原文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英雄的能力介紹 但是感覺未來把英雄跟兵種結合 會發展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流派喔 再接下來就是雕像 功能有點像是吉祥物的感覺 雕像可以升級基地的基礎數值 像是減少冷卻時間啊 增加石油產量等等 那要建立自己的部落呢 一開始一定要先有塊地才行啊 土地可以說是這款遊戲裡面最重要的資產了 土地可以作為NFT 並且用治理代幣銷售或者是出租給別人 你越用心經營土地 把它的防禦增強或者是等級提升上去 地的價值也就會越高 考量但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玩遊戲前要先花一筆錢 在遊戲中也有一種類似於工會的系統 找別人一起組成基地合作夥伴吧 基地的收益可以在合作前就先互相談好 賺到錢以後呢 智能合約就會自動執行 那有錢買地但是沒有時間玩的玩家 也可以把地用遊戲代幣租給其他玩家使用 如果你是技術很好的玩家 也說不定會有人花錢雇你幫他管理基地喔 部落衝突之前常常被大家誇說 遊戲的平衡性做得很好 不是無腦課金就會變強 是真的要好好的燒腦去組隊伍才行 Heroes of Mafia也有考慮到這一點喔 我們之前有去看他們的MD的AMA過 他們提到後台有模擬器會去抓取玩家的數據 盡量確保玩家可以配對到實力差不多的對手 社群部分 Discord目前是6萬多的追蹤者 可能遊戲還太早期的關係吧 裡面都是聊一些早安啊晚安的比較多 建議有興趣的觀眾直接去看AMA就好喔 Twitter部分的話也大概有6萬5千名的追蹤者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VC啊 DAO在轉推他們的文章 應該是他們都有花錢投資了吧 所以也希望這款遊戲能夠發光發熱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代幣經濟 Ruby主要是用在玩遊戲的過程中所獲得的代幣 可以透過打敗等級比較高的對手 或者是防禦對手的攻擊來獲得 離線掛機也會有獎勵喔 升級主堡或者是強化角色都需要消耗Ruby 隨著你養成遊戲裝備消耗的Ruby越多 你的裝備也就越值錢 在之前舉辦過的AMA中 官方有回答 遊戲可能不會有IDO 會直接在交易所上市 隨著遊戲的發展 官方也有考慮將Mavia放入遊戲的獎勵裡面 接著來看一下Road Map 因為Twitter上面的Road Map 長得跟白皮書的不太一樣 那這邊我們就先以 Twitter1月24號最新的更新版為主 2022年的第一季 會發行Mavia的代幣 開放幣的直壓池 土地跟英雄的NFT銷售 第二季 土地NFT銷售 Alpha的測試版本 第三季 公開測試版上線 推出自己的NFT銷售平台 第四季 正式的遊戲上線 發行Ruby的代幣 好 那最後這邊我們來做個整體的總結與建議評分 雖然Heroes of Mavia現在連模擬遊玩的畫面都還沒有出來 但是基於背後硬核VC以及眾多工會的支持 還有團隊的用心開發 個人還是蠻看好這款遊戲發展的 再加上這個遊戲跟部落衝突真的非常像 應該可以吸引到一票部落衝突的老玩家吧 距離遊戲推出還有大半年 背後的現金支持也應該很充足 接著我們就看看他們團隊的行銷實力 看Q3可以吸引到多少的玩家囉 所以對於今天介紹這款區塊鏈遊戲 Heroes of Mavia 我整體會給它四顆星的評價 好 老話一句 我不是金融的財經顧問 所以提供給大家的並非投資建議 所以在入場前 大家一樣要做好自己的功課 評估自身的能力喔 我們下集會再介紹更多 可以邊玩邊賺的區塊鏈遊戲給大家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今天內容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追蹤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獲得最新區塊鏈遊戲資訊喔 我是點虹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